在运通 好 全国同学 大家好 现在台面上的股市节目很多 但张老师节目你真的要认真听 因为张老师四十年操盘的专业 尤其在关键转折 我是来救你 同学 四十年专业 我的节目不是来骗你的 不是来坑杀会员的 我是来救你 所以你不听张老师的话 你的下场 会套得很惨很惨很惨 远了不要讲 七月份台股公道两万四千四 我讲什么 龙东远 我讲什么 向下放空啊 逃命放空啊 那你的老师呢 拼命做多 拼命做多 赶快买 红海赶快买 技嘉广达赶快买 拼命买 用力买 买完以后呢 你告诉我 崩了五千点 我给你讲放空 逃命放空 你拼命做多 你有没有套得很惨 你有没有套得很惨 有没有很惨 崩五千点呢 你惨套 这印证 这就告诉你 张老师的话你要认真听 那八月五号 我说一万九千多点会有反弹 而且我预告反弹二分之一 会有两千五百点以上的反弹 有没有 我跟你讲把握反弹逃命 我说把握这两千五百点以上反弹逃命的行情 就有没有弹两千五百点 两千九百点 这里叫你放空 送你五千点 这里告诉你翻多反弹 送你两千九百点 这两趟就八千点的行情 你说准还是不准 好 八月二十号 谈到两万两千五百点了 我说反弹满足已到 我说反弹要干什么 逃命放空 我跟你讲反弹逃命空 还要杀 还要杀 逃命空 你听得懂吗 有没有 我还跟你讲 红海技嘉广达 反弹逃命空 红海反弹逃命空 广达反弹逃命空 来你听得懂吗 你听不懂我给你看 广达七月份 三百四警告你向下放空 是不是 崩了一百多块 八月五号跌到两百三 跟你讲会反弹 但是二十号跟你讲 反弹逃命空啊 弹到两百九 两百三才到两百九 跟你讲反弹逃命要放空 逃命你不逃 你不空 两百九又杀到两百三了 你这样懂了吧 我都讲在前面 所以我八月二十号已经讲了 这个结构没什么好讲的 反弹上来逃命空 因为大盘会再杀 会再杀 逃命空 跟你讲红海技嘉广达 反弹都是逃命空 广达反弹逃命空 技嘉反弹逃命空 双红反弹逃命空 齐鸿反弹逃命空 智源反弹逃命空 中心电反弹逃命 都是空空空空空啊 所以二二五五零赶快再空 再空再空再空 跟你讲大盘还要杀 还要大碟还要下杀 就有没有杀 又杀了快两千点 同学 七月份叫你放空 送你五千点 八月份跟你讲反弹 送你两千九百点 这一空一多 这就八千点 八月二十号跟你讲反弹逃命空 还要杀 又送你快两千点 将送你一万点 台面上有谁比张老师精准 事前预告 反弹逃命空 有没有再杀 有没有再杀 我跟你讲还要杀 还没杀完 所以你跟着你的老师 每天就多多多 每天股票多多多拉回买 你有几条命赔死你 好 所以张老师操盘 我不是来害你的 我是来救你的 所以张老师的话 你要认真听嘛 对不对 那我七月份叫你放空 你没听 你去满手做多 当然套很惨 崩了五千点 那八月五号我跟你讲 对不对 八月五号我跟你讲 我讲什么 我说这些股票都完蛋了 筹码转空 反弹逃命都是空 侯海 技嘉广达都一样 都一样 是不是 光给你看广达你就懂了嘛 是不是再杀 再杀又杀到两百三了嘛 所以我八月五号我跟你讲 你要反弹 你要逃命 对不对 你要反败为胜 你听张老师的话 八月五号我跟你讲 你听我的话 把资金权力权力转进密忘室 当天密忘室二十几块 你不转 你说广达我舍不得卖 你舍不得卖 今天还在地板 还在地板 你都缠套嘛 你解不了套 所以我八月五号说 你把资金听我的话 权力权力权力转进密忘室 当时密忘室多少 二十几块嘛 权力转进 对不对 八月或当天大跌权力满 早盘在二十六 结果呢 有没有反败为胜 大涨了一倍嘛 是不是 两百多万变五百万呢 两百多万让你变五百万呢 对不对 你说我广达三百多买跌到两百多 你转进密忘室 是不是等于两百多涨到五百啊 有没有问题 两百多万变五百万呢 是不是让你赚一倍 我又让你反败为胜 你们亲眼看呢 我是说到做到 叫你空 你不听崩盘五千点 对不对 四月份警告你放空 你不听崩五千点 八月初跟你讲 会反弹 而且预告两千五百点 以上的反弹 就弹了两千九百点 二十号警告你 反弹逃命空空空空空空 再杀两千点 你看这几个转折 我讲的事情 哪一件事后没有见证 就这么简单 你都不要说我准不准 张老师四十年专业 我讲的话会不准 我们都是有专业的依据 不是来跟你胡说八道 所以叫你重压密忘食 我跟你讲我代你反败为胜 结果是不是两百多变 二十几块变五十几块 是不是两百多变五百万 是不是等于你的技嘉广达 两百多块涨到五百多块 那你技嘉广达舍不得卖 舍不得卖 你的广达今天 是不是 两百多块舍不得卖 今天还是两百多块 你的技嘉 两百多块舍不得卖 今天还是两百多块 那你听我的话两百多块 一张可以换密忘食十张 对不对 两百多块涨到五百多块 早就赚翻了嘛 好 那你又错过密忘食了 我还是救你啊 对不对 你不听我的话 你没有转进密忘食 你到今天还是满手套了 我不管你抱什么 红海技嘉广达 你还是满手套了 翻不了身嘛 你筹码转空 那听清楚 错过密忘食 错过密忘食涨了一倍呢 是不是啊 二级涨到五级 上来我们把握逢高获利嘛 赚一倍了嘛 那你错过密忘食涨一倍的 来 FOPLP 好不好 这绝对是未来最大最大最大的商机 这也是你唯一最后翻身的机会 所以股价要涨 它反映的是未来商机 懂不懂 AI都已经炒过了啦 像广达技嘉都是炒 AI都炒烂了啦 对不对 你看NVIDIA股价现在动不动也中错 所以这个题材已经炒 市场炒烂掉了 筹码乱掉了 那只有FOPLP商机 我说这是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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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具爆发的商机嘛 谁讲的 不是我讲的 台积电董事长魏泽家 在法说会上宣布嘛 未来要积极研发什么 研发什么 FOPLP 台积电董事长讲的 所以从他在法说会宣布 就可以很清楚 那FOPLP就是未来先进的封装 晶片的一个封装制程 那最近大家耳朵能详 都COWAS COOAS COOAS COWAS目前最先进的封装制程 但COWAS有个最大的问题 产能严重供不应求 为什么 没有办法量产 COWAS最大问题 它不能量产 为什么不能量产 因为COWAS是在12寸晶圆上 进行封装 所以它的面积就这么大 所以供不应求 所以未来要突破量产的 这个困难 必须采用面板级的封装 所以叫FOPLP 所以未来的面积 你看变这么大 这才能彻底解决量产的问题 所以FOPLP商机 我已经讲 这是未来取代COWAS的商机 所以这家公司 一开头 一开头 股价从一字头 打入了面板 散出型封装 就是所谓的FOPLP的关键材料 关键材料 国家队 Q2获利暴增四倍 所以跟你讲完以后 一支涨停 两支涨停 三支涨停 三支涨停 大涨了将近四成 冯高当然把握获利一趟 但是拉回拉回拉回 我们要再找买点 因为FOPLP 正在酝酿爆发 是不是 台电总社长讲了 积极研发 FOPLP 2027年进入量产 所以这是个未来市 所以未来正在爆发 所以FOPLP一开头的 对不对 待你买完之后 一支涨停 两支涨停 三支 大涨将近四成 先获利一趟 拉回拉回拉回 我们会再买 再来FOPLP四开头 四开头 这家公司也是 它跟全球半导体 艾斯莫尔合作 这是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转期 过去是所谓的传产产业 但现在能够打入 艾斯莫尔的供应链 所以已经跨入半导体产业了 同时也导入了 所谓FOPLP的封装制程 股价也是在20多块 进行多年的一个大底的整理 这么多年来一个大底整理 所以29号强喷涨停 强喷涨停站上三支头 站上三支头 FOPLP FOPLP四开头 也要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近期拉回30多块 都要把握30多块买点 这后面都会有酝酿大行情 再来三开头 FOPLP 跟台积电合作 FOPLP面板封装 这都是很大的转机 而这张股票过去也是 所以现在跨入半导体产业 还跟台积电来合作 那在FOPLP面板的封装 所以第二季转亏为盈 你看这么多年来 两年的一个大底的整理 两年多来一个大底的整理 今天照样逆势上攻 逆势大涨 逆势大涨 所以FOPLP商机 FOPLP商机 将来会大涨的股票 我都已经帮你们锁定好了 自己把握 自己把握 再来除了FOPLP 这是未来两年内 最具爆发成长的商机之外 当然大家很清楚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头戏 苹果AI商机 这是苹果推出新机 首度具备AI功能 所以这当然也是个大事情 所以苹果的iPhone 这个换机槽也好 新机的商机也好 法人全部看好 因为苹果首度的内建 AI的功能 所以Apple会带动 AI商机的一个爆发 iPhone 16 首度具备AI功能 所以苹果AI的商机 这档股票四开头四开头 你看看股价 这么多年来都在大底整理 都在60多块 这么多年来都在60多块 进行底部的一个整理 那它是苹果Apple 导光版的主力供应商 苹果Apple 导光版的主力供应商 所以八月营收 爆增了将近快四成 这么多年来都在60多块 那今天大家很清楚 今天台股并没有涨 是不是 今天台股 是不是 今天台股并没有涨 那这档股票四开头的 四开头 今天亲眼看一下 强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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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停 强喷 涨停 而且站上七字头 这这么多年来首度站上七字头 强喷 涨停 第一次涨停 好不好 所以苹果的商机 所以错过密忘时大涨一倍的 不论是FOPLP也好 以及苹果AI的商机也好 未来有大波段的行情 张老师已经帮你锁定好了 单股VIP 密忘时第二 错过密忘时大涨一倍 密忘时第二 你赶快跟上 手上当然肯定你现在满手套了 来找我 没有问题 我代你反败为生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华信投股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心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股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股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心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股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股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心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股 02-239-239-88 02-239-239-88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契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契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契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契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平壤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证署 关心您 好 张老师40人专业 我怎么救你 我怎么救你嘛 期货我讲过AI城市交易 明确的多空讯号 都不要你猜 对不对 相信AI城市 来 7月11号全国同学 我有没有救你 我有没有救你全国同学 亲眼看一下7月11号 你的老师拼命做多 24400拼命做多 我警告你AI城市转空啊 来 7月11号我有没有带你放空 24380我有没有带你放空 放空放空 一切反弹都是空啊 我有没有救你 听我的话我让你大赚5000点 你要不要谢谢我 真的你要不要谢谢我 我是不是救你 好 8月5号我有没有再救你 我跟你讲了 跌了5000点 这里酝酿反弹1分 反弹2分 就是2500点以上反弹 我都跟你规划好了嘛 来 8月5号我有没有带你做多 8月5号一找穷同学 9点58分啊 勾合AI城市放空啊 跌了快5000点啊 今天趁大跌大跌大跌 把握逢低翻多 为什么做多 因为这里最少会有 二分之一的反弹 会有2500点的反弹 来 8月5号AI城市 19601 是不是翻多 就这么简单嘛 会有2500点以上反弹 所以把握翻多 就有没有2500点 送你2900点 8月20号警告你哦 反弹结束了哦 逃命空啊 还要杀啊 这个盘还要杀啊 你不要开玩笑啊 8月20号 怎么操作的 来 8月20号 全国同学有没有空 22552 9月20号空啊 谈了2900点 反弹逃命空啊 8月20号 有没有叫你放空 一早8点56 全国同学通通有 趁大涨22550空 9点多还在574 空完 9月2号22376 还是空 有没有杀 又快2000点了啊 来 昨天啊 昨天一早啊 有没有212000附近 赶快再空哦 21195啊 昨天9月10号 是不是 9点12 2195转空 再杀快300点哦 好不好 大盘要跌到哪 真的不要拆 不要拆 啊 跟紧AI城市 跟上脚步 再来股票 40年 我怎么救你的 8月5号 8月5号 我说你反弹逃命 都是空啦 对不对 这些股票反弹逃命 都是空啊 啊 告诉你赶快资金转进 密忘时 听我的话 有没有让你赚一倍 有没有让你赚一倍 是不是 那错过 密忘时涨一倍的 啊 来 跟你讲FOPLP FOPLP 这是未来 未来 未来 最具爆发的商机嘛 这是未来 最具爆发的商机啊 你要把握啊 对不对 台电董事长都讲了 所以FOPLP是什么 已经跟你讲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是未来 最具爆发的 一个成长的商机 所以这档股票 一开头的 是不是 从一字头 一字头 买完 一字涨停 两字涨停 三字涨停 是不是三字涨停啊 涨了快四成了 逢高把握获利 好不好 拉回 我们还是要找买点 因为FOPLP 正在持续的酝酿嘛 对不对 再来 再来 四开头的 跟半导体 艾斯摩尔合作 导入了FOPLP 所以这也是 未来大破断的行情 好不好 从二十多块涨停 三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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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一切拉回的买点 好不好 再来三开头 FOPLP 跟台积电合作 FOPLP 从过去的 对不对 面板产业 现在正式的 未来转进半导体产业 第二季 转亏为盈 所以股价 两年来再一字头 再一字头 是不是 今天呢 今天台股没有涨 它照样逆势大涨 强势大涨 强势大涨 还在一字头 好 当然除了FOPLP之外 除了FOPLP商机之外 今年 未来 最具爆发的 当然就是苹果 苹果新机 首度的 首度的搭配AI功能 所以Apple会引爆 AI整个商机的一个功能 所以苹果的供应链 是不是 那你要特别注意 那这档股票 它就是Apple 导光版主力供应商 8月营收 8月营收 暴增了36% 暴增了36% 股价你看看 过去重挫了7成 也是这两年 在60多块 在60多块 进行了一个底部的整理 进行底部整理 所以在Apple AI商机的爆发带动之下 对不对 那你看台股今天 台股今天 再杀尾盘 没有涨 今天没有涨 对不对 今天不是说 大涨了好几百点 没有 今天台股最后再杀 来 Apple AI商机四开头 四开头 今天呢 熊东月 亲眼看一下 今天呢 不仅涨停 不仅墙本涨停 两年来 首度的突破七字头 好不好 所以 Ai 苹果 Ai商机 会到八字头 九字头 还是三位数 好不好 不要预设立场 所以Apple AI商机 今天强盆涨停 今天强盆涨停 好不好 所以不啰嗦 这一波 错过八月份 张老师带你重压 灭忘时 是不是大涨一倍啊 大涨一倍啊 所以未来 不论是FOPLP商机 FOPLP商机也好 甚至Apple AI商机也好 Apple AI商机也好 这都是未来酝酿爆发大涨的商机 所以你现在手上那些股票 套牢的 务必赶快把资金转进 FOPLP 甚至Apple AI商机 好不好 这是你未来反败为胜 最后最后最后机会 机会不等人 你们现在满手套牢 也不要难过 跟上脚步 手上套牢 不要难过 拨电话进来 张老师帮你解决问题 带你反败为胜 单股VIP 密忘时第二 跟上脚步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小 flying 小 flying 小 flying 女生 女生 sampai 金 林 金笑仙 我心配分了 stay 好多 我 מס Suffy 是的 我是你老婆 你累了吗 保利达满牛 真会成功 会强 保利达满牛 军宝宜 空流水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高的标准